显星海当时是在延安楼义 清廉教室了 也住在乔尔沟的旁边一个平房里边 开完会的时候 光文然就把他就是拿出朗诵了 朗诵的时候 当然他也是非常充满激情的 朗诵 刚刚朗诵完 在下边的显星海 就跑上来 一把抓住他的稿的时候 光文然 给我给我 我来扑去 我来扑去 太好了 太好了 当时一块去的还有吴兴林 吴兴林老师是黄河大战 在延安演出的第一任指挥 他在渡过黄河 跟我父亲渡过黄河的时候 他记录了当时黄河船夫的那些曲调 他就把这些东西 给显星海来转述一下 多年以后 吴兴林对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记忆有心 显星海 显星海总要我不厌奇想的叙述描绘 可那是四十来个船夫的劳动呼声 没有唱词 没有旋律 光我一个人哼唱 怎么能完满表达 于是我边哼 于是我边哼边解释 哼完滑奖的 又学掌舵的 学完船夫的 又哼烧工的 哼完紧张的 又学松弛的 有时还得站起来 比过动作 正当我忙得身上浸出汗水时 星海 忽然好像有所感悟 掉过头去 拿起铅笔 撒撒地在纸上记下好几个动机音信 1939年4月13日 在延安最大的礼堂 陕北宫学礼堂 黄河大合唱举行了首场演出 因为延安的条件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显星海创作的是一个交响音乐作品 但是延安搜集了很多现有的乐器 现在可能也不过就有三把提琴 有些二胡 没有大提琴就用那个 就那个那会装每幅石油 石油桶子不是那个贴的吗 方的 给那按个 按一个锅 就给上上弦 上上那个 檀棉花那种粗弦 那种粗弦 那这不第一吗 就拿着代替第一吗 几天之内 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了 延安根据地 5月11日 显星海亲自职棒指挥 唱到保卫黄河时 他突然转身面向激动的观众 示意大家一起唱 一时间群情激昂 显星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 真有技术 今晚的大合唱 可算是中国空情的音乐当中 我们唱完时 毛主席跳起来 很感动地说了几声 好 这个演出以后呢 轰动了阳安 毛主席 这个刘少奇 这些党的领导都去看了 都很激动 那个时候一开会 各个单位之间互相拉歌 来一个 叫你唱你就唱 牛牛爷爷不想要 风在红 马在叫 快得很 很快就传开了 风在红 马在叫 黄国在暴凶 黄国在暴凶 国下高反感动 很好地高亮 收亮外山重重 大力成全不少 新产藏民 有钱而成以后 外全不全暴凶 回头大道场合 保卫家乡 保卫皇后 保卫卫卫 保卫中国 1942年5月 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 收到了一张请帖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 上面印着几行字 这算是当年延安 豪华型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 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 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 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 开座谈会 静息届时出席为判 5月2日下午一时多 一百多位延安文艺明星 周杨 丁玲 爱卿 陈荒梅 何其方 林默涵 刘百宇 周立波 华君舞 吕济 萧君等 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 与日后的深远影响相比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开幕 显得平淡无奇 毛主席来了之后 这个胳膊肘穿了个破面奥 棉花一身一手棉花露出来了 后来毛主席跟大家握手之后 他就开始讲 他就认为中国有两支军队 一支是卢总司令 就是拿笛杆子的这个革命军队 一种是注重司令 他是拿枪杆子的 正是这次讲话 确立了文艺工作者的具体任务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 不能有任何迟疑 下乡创作广大农民 也能看懂的作品 毛主席特别强调 就是说 我们要人民知道 知道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要去告诉他们 要到他们那里去 要用他们懂的语言 去告诉他们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